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我是Linda 中共六中全會前夕江蘇、江西、西藏、湖南、黑龍江、雲南、廣西 七省區書記同日換人、六名省長副書記、本地或一地升任省委書記 唯獨黑龍江省委書記張慶偉平調湖南省委書記 張慶偉曾與江澤民之子江棉恆共事 近期 黑龍江官場遭遇新一輪清洗風暴 政法高官被密集查處 時評人士分析 張慶偉拍檔 舊部立即被查 被調虎離山後危機未解 仕途仍充滿變數 七省區書記同日換人張慶偉被調虎離山 中共新華社10月19日通報 河北省長許琴升任黑龍江省委書記 張慶偉調任湖南省委書記 不再擔任黑龍江省委書記 許達哲不再擔任湖南省委書記 江蘇省長吳政龍升任江蘇省委書記 樓琴姐 不再擔任江蘇省委書記 江蘇省長翼煉紅升任江蘇省委書記 劉琦不再擔任江蘇省委書記 新疆副書記王君正 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吳英傑不再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阮成發不再擔任雲南省委書記 其中 樓琴姐 許達哲 吳英傑 陸新社已到中共官方規定的 省部級65歲退休年齡 四人都是1956年出生 阮成發 1957年10月出生 劉琦 1957年9月出生 按規定 尚未到省部級退休年齡 不過 中共新華社通報中稱 據悉 劉琦一 年齡原因不再擔任省委書記職務 時政評論員李燕明分析 新調整的七省區黨委書記中 許琴 吳正龍 易戀紅 劉寧 王明五人 由省長 本地或一地升任省委書記 王君正由新疆副書記升任西藏黨委書記 唯獨已擔任黑龍江省委書記四年之久的張慶偉 評調湖南省委書記 顯示在習近平新啟動的20大高層人事部局中 60歲張慶偉試圖受阻 張慶偉與江棉航在航天科技系統數度共識 張慶偉 1961年11月7日出生 祖籍 河北 樂庭 聲譽吉林省吉林市 曾經長期在航空航天部任職 自1992年開始 歷任載人航天工程運載火箭副總設計師 中國航天工業總公司 醫院副院長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副總經理 總經理 2002年至2007年8月 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副總經理 再任航天工程副總指揮 2007年8月至2008年3月 張慶偉任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主任 黨組書記 繞月探測工程領導小組組長 2008年3月至2011年8月 任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 黨委書記 中共十八大前夕 2011年8月 張慶偉調任河北省委副書記 代省長 省長 直到2017年3月 調任黑龍江省委書記 在習當局的反腐行動中 河北省現他方式腐敗 成為十八大以來 大陸省委常委落馬最多的省分之一 當年曾與張慶偉共識的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 組織部部長梁滴 省委秘書長景春華 政法委書記張岳 人大副主任楊崇勇 副省長張傑輝等人已先後落馬 值得關注的是 江澤民長子江綿恆於1999年11月至2011年1月 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 主要負責全院高技術的研究與發展工作 他自2003年起代表中科院 擔任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 並歷任神州5號、6號、7號副總指揮 曾經擔任創新1號小微星的首席科學家 在2007年擔任 繞越探測工程領導小組副組長、 嫦娥工程副總指揮 江綿恆與時任航天科技集團公司 總經理張慶偉都是神武指揮部、 神六指揮部的副總指揮 江綿恆在2007年擔任 繞越探測工程領導小組副組長 而當時張慶偉擔任 繞越探測工程領導小組組長 兩人曾數度共識 一週內五官員密集被查 政法委三名政副書記相繼落馬 張慶偉調職時間點敏感 逝逢黑龍江省官場遭遇新一輪清洗之際 據中紀委國家監委官網援引黑龍江省紀委監委消息通報 黑龍江省黑河市原副市長、市公安局原局長鄧福才 黑龍江省糧食局原局長胡東盛 黑龍江省忽蘭監獄原黨委書記監獄長 黑龍江省監獄管理局原副局長范玉祥 中國疾控中心、地方病監獄中心原副主任 哈伊大附屬第一醫院原院長周敬 黑龍江省黑河市中級法院原院長劉索興 五名聽官在一週內密集落馬 2021年6月1日 黑龍江省原政法委書記甘榮坤落馬 6月15日黑龍江省政法委副書記何建民被查 7月17日黑龍江省委政法委前副書記沃領生被查 2021年8月21日 官方通報黑龍江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高德毅 溺水身亡 黑龍江省高級法院副廳級官員胡銀波主動投案 習近平三親信激勵清洗黑龍江官場 2020年北戴河會議敏感期 習近平親信中共公安部長趙克志 罕見趕赴東北吉林省黑龍江省調研 強調不允許公安系統人員做兩面人 搞偽忠誠 官方隨即公布黑龍江省公安廳長換人 在這之前 黑龍江省公安廳長碧寶文 已近兩月未公開露面 多次缺席公安廳例會 習近平浙江舊部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熙 在2020年7月8日舉行的 政法隊伍教育整頓試點工作動員會 其中一個試點就是在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及該市護欄區 2020年10月中旬 政法委秘書長陳一熙及多名副秘書長 離京吩咐不同試點地區 其中政法委副秘書長王洪祥到黑龍江 哈爾濱市調研 2020年11月3日 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 召開法治督察動員培訓會議 習近平浙江舊部 司法部長唐一鈞 以中央依法治國辦副主任身份出席 這次被督察的地方包括 內蒙古黑龍江上海、江蘇、山東、 廣西、海南、青海八個省份 督察組都是由省部級領導帶隊 2020年11月4日 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辦公室督察組 到黑龍江開展督察 11月6日、8日 哈爾濱市司法局原局長向聲援 黑龍江省常務副檢察長布延勝相繼被查 分析 張慶偉拍檔下屬密集被查 試圖受阻 東北三省之一的黑龍江是江澤民集團重要窩點 也是迫害法輪功的重災區 據明慧網不完全統計 自中共前黨會江澤民1999年7月發動迫害法輪功以來 截至2021年10月20日 黑龍江省已迫害致死603位法輪功學員 位居全國第一 時政評論員李燕明分析 政法系統是迫害法輪功的主導機構 習近平當局掀起政法系統清洗運動之際 習近平親信陳一熙針對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 政法地務教育整頓試點剛結束 習近平親信唐一軍再派督察組進駐黑龍江省 隨後 公安廳長碧寶文被免職 常務副廳長高德義離奇溺水身亡 政法委書記甘榮坤被調戶離山後落馬 政法委副書記何建民 沃嶺生相繼被查 顯示江派窩點黑龍江省成為習陣營重點清洗目標 清洗行動 逼近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等核心罪惡 李彥明分析 1961年出生 尚未滿60周歲的張慶偉 是第16屆、17屆、18屆、19屆中共中央委員 是在職的省委書記中唯一一位有4屆中委經歷的人 顯示其是江派重點栽培的接班人選之一 按其資歷 是中共二十大入局有力競爭者 但在最新地方大員換屆洗牌中 張慶偉被平調湖南省委書記 試圖明顯受阻 另一方面 張慶偉相繼主政的航天科技集團 河北省及黑龍江省官場均被深度清洗 拍檔 救部 密集被查 張慶偉被調戶離山後危機未解 未來仍充滿變數 將是習江博弈態勢的風向標之一 本次的新視角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感謝 很重 謝謝 57 二